你们想过吗 兄弟姐妹们 想过吗 这个币安倒了对我们什么概念吗 币安倒了以后 币安的所有的中国客户 几乎的百分之七八十都会到洗联储来 那第二个 洗币关键是什么 洗币的第二个要在其他教育所要上线 还有一个 洗教育所要有其他的币也能进来 这几个门不开不行的 这是最关键的吧 咱走着看 哎呀 这多大的事啊 全世界的一万多个币都拼了啪啦倒 就像给一个伟大的一个数字帝国到来之前 要祭旗一样 他们原来做的个都要清算 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想想洗币没有一比一的银行的这个整个钱储备 没有这个绝对的KYC能走到今天造完了 想想啥概念吧 这个世界上乱干的时候 币安想一统江湖玩了FTX FTX本身就作恶 结果他俩互相残杀 然后肯定KYC也会一堆的问题 所有的币都有问题 他们互相残杀的事 咱都不掺和 咱也不作恶 所有受益者 你看到所有的现在这些事 受益者都是我们 特别是马上黑石要倒闭 黑石已经完全不允许人家往外来赎自己的这整个投资了 整个黑石一倒闭 哇 房地产 数字货币洗钱 比特币 就哗就下来了 世界上到目前我知道的啊 还有哪一家 像洗碧一样 没做过恶 没有这些风险的 告诉我第二个 FTX不死在碧安手里边 他也会死在Coinbase手里边 他不死在Coinbase里边 他也会死在腐败里边 尝误政治 完全是胡来的 再一个 他动用客户的钱 这帮孙子都是骗子啊 但是赵长鹏替我们把这事提前给清理了 挺好 那小兔崽子叫他一辈子呆着监狱呆着去吧 赵长鹏最终会被美国给遣返到美国来 肯定的 美国已经现在花大价钱在迪拜 要求把他给弄到美国来 最后赵长鹏一定会在美国监狱坐穿的 在他没跑过中共国以前 他回到中共国 下飞机就会弄死个球子了 他帮太多人洗钱了 他没地方去了 他只有俩地方 一个是直接把自己送第一狱去 一个来美国坐监狱 就这俩地方 没有第三个地方